派驻专门的民警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安全服务 定期召开联系会提供风险提示 我们对发现的一些涉及违法犯罪的案件 我们及时侦查及时立案挽回经济损失 提供最有效的保驾护航的行为 为我们的企业提供的法律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为我们的营销产品和金融防范知识给予保驾护航 我们第一时间也获取了金融防范知识的相关信息 为我们的健康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据统计目前全省经济部门共破获涉及案件70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39人挽回经济损失4.52亿元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经济部门紧紧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和省公安厅党委 关于服务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和部署 有真正性的推出全省经济系统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便起立民六项举措 全力打造安商护商安全有序 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感谢观看